软件分析完成后即可进入我们的棕览图界面 在棕览图下我们会以九图影像呈现 上面三张分别是我们的光谱圆图 自然光影像,偏正光影像,以及UV光影像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辅助影像图 中区影像,近红外影像,红区影像 中区影像的话是辅助我们去看一些综合色素的 然后红区和近红外影像辅助我们来查看皮肤的一些炎症 红血丝的症状 紫外色素影像,混合紫外影像辅助我们去查看肌肤色尘 以及最后肌肤预测可以进行一个模拟预测 以当前的皮肤状态模拟预测肌肤未来 皮肤衰老的趋势 在查看棕览图的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滚动鼠标滚轮进行同步放大 通过鼠标拖拉 我们可以针对局部症状进行查看 在查看的同时 软件的左上角有截屏标注的按钮 点击剪屏标注即可在影像图上进行编辑 选择对应的形状 可以选择圆形、矩形进行症状标注 注意这里是九图同步标注 便于我们通过不同层面对肌肤症状的一个呈现 第三个 一个画笔状态 我们是可以进行自定义的标注 选择T 下面可以通过颜色的更换 对症状的一个呈现 选择T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进行对症状进行描述 这样便于我们对案例进行做一个症状标注 第五个大头针的标注的话 我们是一个肌肤困扰的功能 可以提前导入我们常用的病肇症状 一号目录 我们是有九项 通过敏感、毛孔、油脂、皮肤老化、皱纹、色素、粉刺等等 二号目录我们有81项 可以支撑我们医生的操作习惯 便于我们在做症状标签的时候 减少我们的工作量 并且更加直观 选择对应的一个症状标签 在前面的小方框里进行勾选 确定了以后 直接可以贴在我们想要呈现的症状图上 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帮助我们去做一个 皮肤问题的一个呈现 标注完成了以后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把这一张作为我们的一个历史标注图片 储存下来 储存的之前 我们要对图片进行命名 输入完成后 点击保存 即可保存到我们的历史标注栏 标注完成后 此张图片是可以通过导出 导出到我们的电脑本地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软件进行发送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对症状进行一个详细了解 打开查看影像 第一个是我们的自然光影像 自然光影像下 主要呈现的是皮肤的毛孔 以及皱纹的状态 可以通过滑动鼠标轮进行放大 对局部症状进行呈现 设备采用2400万像素的尼康单反相机 外加应用级的镜头 完全可以支撑我们对肌肤细节的一个呈现 并且在查看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截屏标注 对症状进行问题的一个圈注 标注完成以后 可以同步刚才的操作选择保存 保存到我们的历史标注栏 这是自然光影像下面 主要辅助查看的是皮肤的粗糙度 看平整度 毛孔 纹理 还有我们的一些痘印 痘坑都可以在此张影像上面清晰呈现 第二张影像是我们的偏正光影像 偏正光影像原理是通过过滤角质反光层 可以清晰的呈现出我们皮下 一个严正和浅存色素的一个皮肤状态 在查看影像的同时 我们还可以利用到我们的对比工具 在菜单最上面的第三个选项 对比工具 选择我们要适用的对比方式 那么第一个给大家呈现的是我们的镜像对比 镜像对比我们可以选择拍摄的时间 选定时间了以后可以选择对应呈现的一个图片 那么两侧是可以选择不同光谱下进行一个镜像对比呈现 在呈现镜像对比的时候 图像的最下方有一个滚动滑条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拖拉 进行两个光谱下不同影像的一个重叠对比 方便于我们对不同层面肌肤症状的一个对比效果 这是我们常用的标准镜像对比 那么选择镜像对比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是可以支持左脸与左脸同步对比 点击软件右上角普通即可进行左镜像 我们把箭头滑到中间的时候 那么图片左右双方呈现的都是我们左脸的一个镜像影像图 当你滑到右边的时候即可呈现全脸的 滑到中间两面都是左脸 再次点击左镜像即可切换成右镜像对比 可以根据我们症状的一个诊断需求来进行选定 那么接下来的对比方式是我们常用的两图对比 两图对比支持上下对比和左右对比 我们可以根据症状的一个分布区域 比如说这个客户的症状可能是在额头或者是在下巴部位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上下对比 针对局部症状进行一个呈现 那如果是这客户的症状主要是呈现在两夹 那我们可以再点击下右上角的上下对比 以后切换成左右对比 在对比的同时我们是可以通过滑动鼠标滚轮 来进行同步放大以及缩小 选择图像跟刚上一步是一致的 先选择时间再选择对应的影像图即可签换 根据需求来进行影像图的一个签换对比 接下来展现的是多图对比 多图对比也是以色美科首创的一个四图对比模式 四图对比的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是同一时间状态下不同维度的一个对比 比如说我们是今天是同一个时间段拍摄的 那我可以选择四个维度 自然光 偏正光 UV光 以及我们的近红外影像 来进行同步对比 可以通过四个维度来进行同步呈现 那么在多图对比的同时 我们也是可以选择截屏标注的功能 进行对肌肤症状的一个圈柱以及标签 这个功能跟上一步是一致的 那我们多图对比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 比如说这个客户有四次以上的拍摄记录 那么我们选择多图对比的时候 软件会自动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四组图片来进行呈现 比如说治疗前 一个疗程 两个疗程 三个疗程 那在不同时间状态下皮肤改善了一个状态 便于我们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治疗效果 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 及时的调理我们的治疗方案 这是我们的一个多图对比方式 那接下来给大家呈现的就是三维对比 三维对比下我们主要呈现的是 肌肤的一个粗糙度的状态 看皮肤的平整度 毛孔粗大的地方 或者是有细纹的地方 从我们的这个3D图片上面是可以清晰可见 有症状的 比如说有斑或者是黑质的地方 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3D图 可以看到皮肤这里的一个凹坑 并且有色沉的一个状态 严正的地方也是同步会呈现出来皮肤的一个严正 我们在签换三维对比的时候 我们签换上面这张图片的时候 下面它是可以同步签换的 那我在签换下面这个影像图的时候 它只针对于下面的这一张图片签换 调整下面这个维度 所以要进行两次记录签换的时候 我们点击上面这张图片 即可进行同步的签换对比 这是我们的一个对比模式 那接下来继续来讲我们的影像模式 第三个是我们的UV光模式 在UV光模式下 可以通过UV光模式照射下 皮肤对光谱的一个吸收 那么可以清晰的呈现出皮肤色成 包括油脂分泌 就是我们的一个补灵的症状 便于我们医生对于症状 可以精准的去制定解决方案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区影像 中区影像下可以清晰去呈现 我们的一些中褐色的色素 还有一些片状局部的一些色层 包括像黑眼圈 片状的一些色斑 都可以在我们的中区影像下 清晰呈现出来 那当前我们查看的是 正面的一个肌肤症状 如果是需要签换 那我们直接在菜单键的右侧 直接可以签换到我们的一个侧脸影像 根据需求选择对应的一个面部轮廓 即可呈现出来肌肤的一个症状 接下来给大家展现的是我们的 近红外影像图 近红外影像主要呈现的是 皮下的一个选红蛋白的分布 以及可以清晰的呈现出来 我们红血丝的一个症状 颜色偏淡的区域是属于正常肌肤 颜色偏深 偏深红色的就是皮下或许是有炎症 那在检测之前我们是一定建议客户要进行一个卸妆处理 一定要卸掉皮肤的彩妆 这样以便于彩妆对我们检测的一个误差 接下来呈现的是我们的红蛆影像 红蛆影像下主要呈现的也是肌肤的炎症状态 可以清晰呈现出皮下炎症风部的一个区域 以及它的一个面积 接下来是紫外色素影像 紫外色素影像通过我们的一个黑白灰的对比 可以清晰直观的呈现出来皮肤底层色尘的严重程度 颜色越深的地方代表着该区域色素比较深 最后是我们的混合紫外影像 混合紫外影像下也是辅助我们去查看肌肤底层色素的一个分布 那么通过黑色绿色的对比反差呈现出来黑色素的严重程度 可以帮助我们对一些色斑问题色素管理的一些方案进行一个辅助治疗 最后就是我们的肌肤预测的功能 点击肌肤预测 那么当前显示的是皮肤当下真实的一个皮肤状态 如果不做肌肤管理以及保养 那么未来肌肤衰老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滚轮 拉动下面的一个下滑线 左右拖拉来对比肌肤现状 以及未来衰老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站在营销角度 帮助我们去给客户制造这种危机营销 便于我们一个方案的一个成交 案例分析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进入到检测报告的功能 点击查看影像左上角的检测报告 即可进入我们的一个报告界面 这是报告的首页海报 我们可以通过在设置里面去进行更换 报告的主题 报告的图片 那么第二页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此次检测 对肌肤影像图进行选择 比如说这个客户 他比较关注肌肤的一个敏感状态 那我们可以选择 对于敏感呈现的两张影像图 先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客户进行一个标签 打完标签以后 那么后续我们可以通过对于标签的搜索 来精准搜索我们的一个客户信息 在添加第一栏以后 我们还想给他做另一个方案的一个危机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选择新增报告页 选择新增报告页以后 可以选择指定的图片 点击确定 即可呈现在我们的报告页面 然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就是检测 以及每幅方案的制定 首先是检测说明 通过此次检测 那肌肤问题主要呈现在哪里 一二三给他描述出来 描述完成以后 点击保存 那么在我们的历史档里面 他会自动储存 下一次遇到同样症状的客户 我们即可导入这个模板进行调试使用 建议方案也是一样的 根据检测 客户的一个肌肤问题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给他搭配出来 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录入完成以后 我们同样 他是可以自动保存在我们的历史档案里面 那么下一次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方案的一个调整 去进行一个方案嫁接 信息录入完成以后 那么我们进行下一步 就进入我们报告的末页 这边海报也是可以通过设置去进行修改 以及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的一个修改 报告生成完成以后 他会自动保存 我们可以通过连接打印机的方式 打印纸质报告 那么本软件的话 我们新增了一个导出电子版PDF报告的一个模块 那么也是比较推荐大家来使用导出PDF格式 点击导出 自定义选择我们的储存路径 选择完成以后 点击确定 即可生成一份电子版报告 保存在我们的桌面上 那么我们如果电脑是联网的状态下 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社交软件 发送给客户即可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设置的一个功能 点击设置 首先上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报告模块设置 报告我们可以通过模板进行选择 那么常用的是我们的美容版 它可以添加我们的报告的首页 以及末页图添加我们的二维码图片 专业版一般针对于医院会使用比较多 专业版的报告提现内容比较简单 主要是报告的标题 医生以及咱们医院的logo 选择一个专业版的模式 那么美容版报告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图片这里 点击图片即可进行替换 那我们提前根据参数把我们的海报设计好 保存在此电脑上 那我们在点击图片的时候直接替换 即可完成报告海报的一个设置 二维码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图片提前设计好 保存到此台电脑上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替换的方式去修改我们报告的模板了 那接下来是备份以及还原的一个功能 我们标配电脑是2T的一个硬盘 储存空间非常大 那如果是说咱们对客户的信息想要做一个提前的备份 是可以在设置里面选择备份 点击浏览 选择我们的储存路径 比如说是一个移动硬盘 大的移动硬盘 那么可以选择硬盘 点击确定 那么客户资料就可以备份到我们的硬盘里面 备份完成以后 如果是需要还原资料 我们也是同样进入设置 点击还原 找到我们上一次备份的路径 确定以后 点击确定即可把资料进行还原 第三个是水印的设置 水印设置的话 它首先会有一个水印的开关 那我们在导出图片的时候 如果想要添加我们的水印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首先把水印开关打开 那水印类型是可以选择文字水印 或者是时间水印 选择时间水印 即是当天的一个时效 选择文字水印 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需求 去设定水印的内容 可以品牌命名 门店命名 或者是咱们指定的一个水印内容 都可以 如果是不想要提现水印 我们直接把这个水印开关关掉 即可 那下面是水印的位置 一个是平铺 一个是底部居中 以及居中 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选择完成以后 记得点击保存 那第四个是我们的一个其他设置 在其他设置里面的话 分两个板块 一个是数据的一个显示 那么我们此款软件 除了有高清的影像支撑以外 我们还有症状数据的参考 那我们可以通过把数据功能 根据咱们的一个解读需求 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 点击关闭以后 我们在症状模式下 它是不体现数据的 如果想要体现数据 我们可以把数据打开 那么在分析的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 以影像图的参考为主 数据作为辅助 不可把数据作为唯一的参考标准 这样会不便于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效果的跟踪 下面的话是我们的影像选择 因为我们软件自定义是九图影像呈现 那么也可以根据咱们的一个需求来进行勾选 比如说我是主要做敏感机的色素 我不想要呈现太多 那你可以在混合色素 就是指定在症状的这种呈现影像图下面 把它选择取消 那么我们在后续的一个影像呈现上面 这两张图片就不会显示了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的 那么选择完成了以后 一定要记得点保存 最后是我们的版本的一个设置 版本设置的话 我们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是一个自主研发公司 我们的软件也会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 以及自身的技术延伸进行一个优化更新 那么更新了以后 我们会发布最新的版本进行上线 如果我们电脑是联网的状态下 我们发布新版本以后 咱们这边是可以接收到版本的一个提醒 那么点击更新即可免费获取最新的功能 我们可以在检查版本这里去进行搜索 那最新版是哪一个 我们可以进行去再线升级即可完成 以上就是以色美科软件操作的流程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